11月16日 第五届南加州中华高校联盟羽毛球俱乐部联赛 在圣飞斯普林斯羽毛球俱乐部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吸引了南加州21支高校校友会 及社团的精英队伍参赛 场面热烈 竞争激烈 充分展现了高水平的竞技实力和团队精神 这次很荣幸举办了第五届的高校联盟俱乐部联赛 今年是第五届 不容易 五年一小庆 走到今天这个 今年的话能够走到今天这个时间的话 也是众多的组织者 我们联盟的俱乐部的组织者和义工共同努力 还有我们的羽毛爱好者共同一起打造了这个平台 活动当天 比赛以洛杉矶台山体育协会呈现的舞蹈 爱的暴风雨开场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 各组别最终决出胜负 A组冠军由清华大学队斋德桂冠 中国传媒大学队和中国迷航大学队 分获亚军和季军 B组由洛杉矶台山体育协会队蝉联冠军 清华大学B队屈居亚军 犯罪集团队获得季军 长青组唐朝湖南高校队凭借稳健囚风夺冠 广西大学队和中山大学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此外赛事还为优秀义工代表和支持单位 颁发了特殊贡献奖 特别表彰了两位义工代表 Shirley Song 林大冯 以及台山体育协会李一飞会长对赛事的支持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第一次代表公司参加 来推广我们公司的产品 那么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带给我们的所有羽毛球运动员们 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纯天然的一个成分的产品 让他们用的安心用的健康用的放心 希望我们能够下一次继续赞助 类似的羽毛球赛和比赛